大家好,我是悠悠 早两天分享了一期这个红色的鸽子 求助哥友们说是公还是母 帮忙看一下,结果引起了哥友们的热议 说母的还是比较多的 说公的还是有一部分的 到底是公是母,我今天来做个测试 也是哥友们建议的 说要不找一个旺一点的公鸽子 我这边有一只拉赫尔公的,特别的旺 我现在已经把它单独关在笼子里面了 现在我们一会把这个母哥拿过去观察一下 看就这个是拉赫尔,这个公的特别的旺 在我鸽舍里面的时候,一般的小母哥要是 刚长大成年之后发情,都会来找她 在鸽舍里面,有看过我视频的各有都知道的 特别的旺,在我鸽舍里面算是美男子了 看,这个淑女,一开始也不知道公母 现在放过来之后,这个淑女也很喜欢她 现在我们把这个红色性格给她找过去看一下 一个手不好抓 哎,跑不掉了 上场就来了 我打开窗门看一下,她不会跑出来了 这样好拍一点 说她是美男子一点都不错 特别的旺 这个红色性格,在刚才的那个楼子里面 那几个都是空的 她也不展现出来 她是空还是抹 你看,头上的那个绿毛 都给用嘴巴揉的揪起来了 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 我又怎么忘记,你曾经给我美丽 是你的那眼睛,把我给你出卖 叫我如何忘记你的背影 我从来不相信,你爱得如此坚定 又怎么能够伤我的心 要我再不说多少,你才能真的明了 为何要让我哭哭鼻涕 可是你那天真的 竟然变得如此残忍 我就像海上不灭 人有寒水也没 爱情我退入不必胜免 你能忘别的下套 我怎么割舍的伤 你是我最爱的女孩 朋友们这样看起来 能感觉出来吗 我还是感觉他像一个母 因为这个拉赫尔要是遇到那个公的 就是打得特别的厉害 本来让拉赫尔给我分公母的 结果他给这个淑女他俩看对眼 朋友们这样能分辨出来公母吗 我感觉是一个母的还是占多数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